近期呢美国CIA招聘懂中文的特工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之所以会备受关注 最大的原因就是按照CIA提出的要求 特工必须要懂普通话、粤语、上海话、客家话等多地方言 也可以理解为此次CIA招聘特工懂中国方言是硬性指标 可是该部门殊不知中国方言素有活化石之称 而且按照相关报道中国境内分为十大方言 分别是官话方言、近方言、无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干方言、平化土化等多种方言 而且这些方言还可以进一步细化 比如说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等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原因所导致 毕竟与英语相比 汉语不仅仅是偏旁与字体的组合 还能进行多重组合从而形成生辟字 而英语只依靠26个字母进行组合 相比之下汉语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 而且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汉语 可能经过数年的学习都只能学习到一点皮毛 很多中国人都不敢扬言对汉语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 对此呢CIA如何能招募到合格的特工呢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地区的方言表达方式也不同 而且表达的意思也不相同 比如说闽方言又分为闽南与闽北方言 虽然同为闽方言 但是表达意思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呢外界常常将汉语统称为恶魔之语 这个称呼并不是对汉语的贬低 而是因为过于复杂 再加上拥有多种方言 因此呢初学者自然会如同听天术一般 感到无比的困难 对此呢CIA此次的招募工作 虽然将懂方言作为硬指标 但是最终很有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 要知道在中国境内真正懂汉语的 年龄基本上在50与60岁左右的老教授 或者是老学者 这些人必定不会加入CIA 至于那些年轻人可能连客家方言都搞不懂 更何况能懂上海话 阅语等多重方言呢 可以说CIA此次或许会闹出笑话 甚至有可能会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毕竟中国活化时不是想学 就可以学有所成 没有数十年的钻研 以及不断探讨都不能扬言 已经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至于那些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友人 所学习的汉语 不过是最基础的皮毛而已 毕竟曾经对外国人学汉语有个笑话 移民老外在广东待了数年后 扬言自己学会了普通话 殊不知 学习的确实 粤语方言并不是真正的普通话 因此呢 足以看出 CIA想要招募到合格的特工 可能并不容易 甚至可以说压根就不可能成功 毕竟呢 没有任何一名老外敢扬言 对中国方言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因此呢 最终的招募工作 除了失败 还是会以失败而告终 或许从一开始 CIA决定招募中国方言通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最终或许要栽个大跟头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